欢迎收看《港青港座》 巴黎奥运大亚两个月后就举行了 这届港队已经分别拿到大约30张奥运 和20张残奥的入场圈 可能还会有进账 正应运动员的赛前准备和训练有什么要素呢? 香港体坛有更多观众捧场 又会如何激励他们的士气呢? 我们今次又请来体育学院院长蔡玉坤 来和我们谈谈,Tony你好 你好,卓晓你好 我们见到今次入场圈的数量 巴黎奥运和东京奥运都相约 你觉得今次的成绩是否有机会冲刺? 很坦白说,今次的入场圈比上一届少一点 因为上一届有40多张 今次我们预计是30多张 但其实上一届是非一般奥运 因为上一届当时还是COVID 而在当时很多地区和国家 因为受了COVID影响 可能他们的备战也会有影响 就是我们把握了这个机会 在当时来说,我们的防控 或者各方面,特别是对我们精英培训 影响会减到最低 因为我们其实体育学院 当时备战日本东京奥运的时候 没有一天停过是可以有训练的 我相信很多地区和国家是做不到的 所以当时我们有这个优势 但我们今次觉得 拿了30多张都是达标的 我们觉得都不错的 今次就是少了一年 对比起上届举行的日子 只有三年时间 中间的训练等等的配套上 有没有一些调配和改动呢 很坦白说 对所有其他国家地区都是一样的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本身也夹着一个叫做亚运会 亚运会也是我们叫做延运了一年 变成是去年举行的 对于我们去备战 在教练方面和运动方面 其实说的是比较辛苦的 今年 而且他们要怎样调节 怎样我们去periodization 他们的状态 这是一个挑战 我相信但没办法 因为实际是这样 我们连续 可以这样说 去年是一个亚运会 今年是奥运会 明年也是全民会 所以我们这三年来说 对体育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年 你今年年初上任院长 都曾经在传媒查诀的时候 说过就是说 希望港队戒戒 奥运都有牌力 你觉得有什么要进步 或者是怎样的空间 才可以令到 是界界都有牌力 首先我想说一说 其实奥运会来说 我们其实是 自从1996年 李历山拿了第一面金牌 也是第一面的奖牌 之后其实我们 每一届有奖牌 都是要隔一届的 相隔 就是我们96年拿了 2000年 我们没有奖牌 04年有 08年没有 到12年有 但是16年也没有 2021年 2021年 东京奥运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拿了最好的成绩 历来 就是破纪录 拿到一金二人三桶 但是 相对来说 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希望界界有奖牌 因为我们希望打破这个宿命 还有 我们首先要说 有几个奖牌 有几多实力 除外 最重要就是说 如何稳定到 我们港队的成绩 因为坦白说 现在我们相对比较飘忽一点 不是很稳定的 我们希望 所有东西都是稳定了 先 你可以看回我们的亚运成绩 我们过去亚运 这三四届来说 2010年 由广州亚运开始 2014年 在仁川 18年在耶加达 刚刚去年 在杭州 其实2010年开始 我们已经超过 40年的奖牌 连续三届 都超过40年的奖牌 去到去年 在杭州来说 我们突破了50年的奖牌 这是一个突破 还有我们看得到 我们是要 慢地高流 从地 慢慢稳定了 我们才会慢慢进步 我们希望奥运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奥运说 我们起码 目标是每一届都有奖牌 之后我们再追求 我们的数量 还有再说 我们的质量 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 我们才稳定了我们 在国际 看起来说 那个竞争性 真的在这儿 和所有的 超级强国 各样东西都有竞争 我们才再说 我们应该有 多少面掌牌 那样的 奥运的表现 就是港队不稳定 还是有什么因素 在后面可能左右 其实很坦白说 奥运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比赛 那也是所有的地区 体育强国 都是必争的地方 而是我们 坦白说 我们香港特区来说 我们人口相对 是比较少的 一个地区 还有我们那个体育 老实说 那个体育文化 都是在这十年来说 对精英培训 或者对体育文化 是比较普及的 对精英化 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需要 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根基要扎实一点 始终我们人口比较少 那我们要有突破 我们不同 我们有很多地区 或者很多国家 人口多 他们那个体育的文化 都比我们深厚很多 那他们的传统 很多传统的项目 比我们强 那我们希望 就是说 慢慢去追他们 希望现在 你看到我们很多项目 我不敢说 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但起码我们有竞争性 譬如你看到 譬如劍击 游泳 玩不同的项目 譬如拼球 软毛球 譬如空手道 壁球 我们都起码 在世界上 我们是有竞争力的 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那个人口的基数少 所以在那个接班上 或者找一些生力军上 都可能是 比起其他地区 可能是难些 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吸引到一班 吸引一些新血 去参加 或者成为职业的运动员 有些什么因素 可以改进 其实我觉得 这十年 政府 或者体育总会 或者奥委会 体院本身 都做了很多事情 亦都是 香港市民接受了 我相信 如果大家说 我自己也是 玩运动出身的 我觉得当年 很多人会觉得 做运动员 可能没什么出色 或者将来那个前途 会比较 没有什么 坎坷一些 或者将来退休 我相信 整个体育文化 我们不是一个很强的 有体育文化 相比其他 地区或者国家 但是 这十年 可以这么说 是香港 就是我们的市民 或者政府 对体育的认同 对体育的重视 比以前很多 但是我们在说 都是这十年左右 我们那个文化 你见现在很多 我们的运动员 那样东西 现在我们这十年 很主动希望推 双轨制 什么叫双轨制 就是同一时间 那些运动员 不是一定要选择 读书 和做全职运动员 它可以两样一起做 你看到我们很多 运动员 都可以读书 亦都可以大不如 再继续 或者同一时间 都是双轨发展的 但是相比以前来说 很多时候 你要选择 你读完中六 或中七之后 你要选择是从事 读书 继续 就是说选择做职业运动员 那样东西 那变成我们流失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十年 这个环境是好了 但是都需要时间去培养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培养一个 精英运动员来说 我估最少最少 都八年至十年 其实大约我们觉得 是十年至十二年 是比较 就是可以出到 有些成绩 那你见很多 现在我们拿到奖牌的运动员 其实他们都做了一段 很长的时间 是运动员 说起这个精英 就是要成为精英的运动员 都要说一个十年的 一个训练的周期 如果现在整个生态圈 在体育界里面 由体院 以至到里面 可能有其他的一些 资助计划 又或者是一些配套的措施 怎样可以完善到整个轨迹呢 就是由他想投入职业生涯 到他能够在国际舞台发光发亮 中间是要有什么投入 其实我觉得 现在我们这个精英化 我们这个体育制度 其实我觉得 我不敢说是完美 但都非常之不错 但不过我们时间比较短些 可以这么说 这五年八年 你见到很多 特别在学校来说 重视很多 他们给很多机会 我们的运动员 可以兼顾我们 刚才说的伤鬼制度 亦都可以 有些弹性给他们读书 不需要说 大学一定是四年毕业 他可以给他们六年八年 中学也好 他也可以给他们时间长一点 这个是刚刚开始的 但我们开始了这几年 我们看到 我们全职的运动员 是多很多 现在我们在体育里面 接近超过五百名 是全职运动员的 其实有不少 亦都是我们叫青年的运动员 那变成我觉得是需要时间 因为所有东西 我觉得精英培训也好 体育也好 其实跟教育没有分别的 我觉得是需要时间 是要栽培 栽培人才 你不可以 点石成这样一下 就算你很有天分 都不可以说 我练习几个月 我就是世界冠军 我练习一两年 就可以做奥运冠军 没可能 但我觉得长远去看 未来的五年十年 香港的体育会更加发光发亮 自己也是逼求运动员出身 做到教练 之后做到现在院长 你觉得一个职业生涯里面 有什么关口是最需要人帮助 就是希望在现在 吸引一些新的血液入行 去做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 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 一些亲身的经历 我觉得以前和现在相差很远 以前我们坦白说是困难的 因为我刚才说的压力是很大的 读书那样东西很多 或者本身那个文化 特别是以前都觉得 你读书不好 或者被人认识了 你做运动员 可能你读书不行 你才做运动员 或者被人觉得是 我们叫做第二层的 但是我相信这一样东西 当时我们真的很多 我看到我和同期 很多我们的老友 我们的师兄弟 都因为这一样东西 而很多都退出了 那样东西 还有困难的 因为很多时候 传统的思想都觉得 读书先 或者你去做些将来 有前途的 可能都是医生 律师 会计师 专业人士 但是我觉得文化各样 又开始改变 现在我们有一个 相当不错的制度 由他们 由总会 怎样去选拔出来 经过低级的训练 到来看院 我觉得是很全面性 因为现在我们的制度上 除了他做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 资助 解决他基本日常的生活 我们都在食住 各方面 每一个细节 我这么说 都是比以前 是做得比较细节很多的 比如我们有营养师 我们有运动心理 解决很多不同 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 运动员事务部 去帮他解决 可能读书上的问题 他有需要的时候 安排补习 和和学校沟通 做个桥梁 当然教练很重要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 教练的水准 一定是世界级的 教练方面 在技术 如何平衡他们 读书 训练 那些教练也有 他们一套的心得 所以其实 现在我们在说 我们的精英培训系统 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觉得是很专业化的 你说 永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心态 一定是去到某个地方 是需要改善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做些 refinement 我们叫做 可以改善 从细节上再改善到 是适合到我们 即是自己 香港的运动员 香港的文化 我相信 我一直会改善 但我觉得整体来说 是相当之不错的 我们可以说 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水准 硬件和软件都不可或缺 还有社会的氛围 一定 在硬件方面 我觉得 这几年大家都看到 体育成 看远 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大流落城 各样东西 那个运动的设施 我相信 是非常之 即是水准还是世界级的 但是不是可以多些些 各样东西 我觉得是有空间去进步的 在软件方面 也刚刚讲 其实系统 和我们这些人员 support 这一件事 坦白说 他们都很专业的 我觉得 未来 可能在说一些硬件 明年大家都知道体育城,看得体育城是会落地的 我觉得更多机会给香港市民,年轻人有很多东西去参与这个体育 也都可以将来可能搞多盛事,将这个体育文化去更加加强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好,这期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次再谈 回来讲清讲楚,继续跟体院院长蔡玉昆谈下 上次讲到在软件,硬件,以至社会氛围对于一个运动员的成长都不可或缺 现在你觉得整个社会的气氛是不是已经去到一个新的高峰呢? 我们见到近年,无论是奥运的比赛,又或者是世大运也好,或者是亚运 都有很多的观众去看,这个是不是其实都是令到运动员 他们自己的心底有个底气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氛围和气氛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刚刚早十天左右,就在阿博那里有个花剑的禁标赛 我们也有去看,气氛是很热烈的 现场,很多市民,特别是小朋友,支持港队 那整个气氛是很不同的,其实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有看上一届奥运,在东京奥运的时候,买了一个转播权 我们也觉得这一样东西是一个强心剂来的 也都被人觉得政府是重视,而且令到所有电视台播放 香港市民可以时刻都可以追踪到我们的香港的运动员 加上在商场那里,整个氛围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废点来的 再加上现在近几年,我们的成绩一直有不同的项目 都有不同的好的成绩出来,亦都是帮助到整个气氛 整个体育的文化,那个氛围是有增加的 今届巴黎奥运都可以免费转播,预计那个热潮都会继续持续 讲这个是一个普及化的过程,就是大家对于体育这件事觉得很贴身的 都是整个社会很热烈地讨论的,以至到再下一步去精英化,去盛事化 以至专业和产业化,你觉得这个流程上现在有没有一些东西 都还需要加一些力度下去的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这么说,所有东西都有进步空间来的 就算每一个运动员,就算你问我,张家朗赢了奥运金牌了 有没有进步空间?一样会有进步空间 你怎样去,就是我们叫做,就是毫无止境的 那其实,我们正在说,所有东西,香港政府推普及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普及开始的 所有运动员,没有理由一看到,任何一个革命一看到你 就知道你骨骼蒸旗,没有可能的,他一定经过训练,经过他怎样去尝试 才知道,发掘到我们的,我们叫做明日之星,挂发了苗子 所以普及化,越多人去参与,比如我,以前我们逼球或者其他 你看到很多远无球,劍击,越多人参与,他选择出来的苗子 选择出来的成功的运动员,是相对的机会率是高的 所以,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普及化,你说,播奥运,或者政府做很多不同的推广 城市化,其实都是有帮助,其实你搞比赛也好,教练培训也好 你运动科学,科研也好,运动医学也好,都是讲专业化 其实,你要有专业化,训练多些专业的人士,你才会造就了一个产业出来的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人士,你怎样会有产业呢?对不对?不会全部业余的人士,去造就一些产业的 我觉得现在的路向是很正确的,其实是一环靠一环,我自己觉得 所以你说,买个转播权那样东西,除了是有帮助到普及化之外 让搞了个气氛出来,当时我看多些人去讲体育,多些人都会说 我真的跑了一步,我真的打一波,其实是带动了这一样东西的 另外,对精英化也有帮助,因为这么多市民去支持我们的运动员 对运动员的认受性是提高了,对运动员自己本身都觉得受重视 更加重要是他觉得,我有理想我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也可以带动到另外一个社会的凝聚力 我相信香港政府也看到这一样东西,其实体育可以帮助到社会的凝聚力 即使人的团结一心,你都看到,哇,就是在看一个比赛 各样东西,我看你在商场看,哇,全球大家都在叫 我这一样东西是有帮助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 是一环靠一环的,即是你去做一样东西是帮助不同的东西 譬如精英化也是帮助了,你看到近这几年,我们有出色的劍击运动员 在我来说,十年前或二十年前,可能参与劍击人数一定比现在少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私人的劍击学校,很多人去参与劍击 我那些朋友经常问,我去哪里学劍击,那也是带动了整个体育的气氛 所以其实我经常觉得是互补的,即是不会说一面倒 你搞盛事也要推广,推广到普及化,为什么呢? 多些人去看到盛事,电视有转播,多些人会觉得,哇,我也想试一下 我也想参与,体育,我也想感受一下,那其实除了帮了普及化之外 其实可能他们就因为去试过,玩这个项目,各样东西,试过去参与 其中将来就是明日之星,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一环靠一环的 现在都有些意见就是说,香港要做多些盛事,体育盛事是其中一种 你觉得香港的这个氛围是否值得多做这类型的盛事项目呢? 即是怎样可以吸到客人呢?用体育这个项目 其实在很多外国的例子,是真的吸到客人的 譬如你很多样东西,体育其中一样东西 譬如你搞演艺,演唱会就可以吸到客人 其实体育这一样东西一定是吸到客人 你看一下足球赛,各样东西,NBA 很多时候都可以吸到客人的,你看一下英超 我觉得香港去搞城市是对的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民体旅局 就是其实文化体育和旅游 我觉得是有些synergy的,我们有些协同效应的 是可以帮到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搞一些体育的东西 也都会加插一些文化东西 我们叫做add color上去,也都可以帮到 那个城市一定是可以帮助到旅游的 你看到一个体育很多时候的,在外面,在外国的地区 看到很多体育产业 是帮助到旅游事业的发展 你看看马拉松是一个好的例子 你看一些我们叫做东京马拉松 或者波士顿的马拉松吸引了多少人 你看香港马拉松其实都很成功的 其实你想想有多少人来参与 自己本地的人来参与 可以帮助到我们怎样去做体育文化 增加我们体育文化 另外就是说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选手 外国人的参与 我觉得盛事化是需要的 不过以前可能有些限制 可能在场地或各方面 但其实我都说了 我们接下来有启特体育成 如果接下来政府是将这一件事是重视的 可能在场地各方面可以放松一点点 因为我其实盛事是分开我自己觉得 分开几个层次的 第一就是精英化的情细 什么叫精英化? 就是在看全世界很高水平的比赛 比如很多世界级的运动员 不论是桌球、网球、羽毛球 不同的运动员来参与一个 就是观赏性很大的 也吸引到外国的人可以来参加 但是其实我们都不要忽视 其实盛事来说 是可以帮助了 我自己觉得有点协同的旅游业 举例 如果我们可以有些项目 之前我经常说 比如劍击 有些不同的项目 比如碧球 他们搞一些青少年的公开赛 其实吸引了数以百计 五六百在外国进来的青少年 选手参加 但其实不要单看五六百的选手 他一定有家长 带上爷爷慢慢去 其实可以带动到整个旅游业 这个可以帮助到 我觉得 虽然不是说 说多少十万 但是如果大家不同的项目 在不同的时段 都会搞这些东西 都是大家有个协同效应 可以帮助旅游业 另外一个比赛 虽然不是说 直接对精英化有什么影响 对精英有什么影响 就是我们叫做先进 Master Games Master比赛 是一些我们叫做 给一些年纪相对 可能大一点的 比如40岁以上 或者各样的 他们参加很多人 好像我现在这样 我自己都有打球 可能很多不同的 都想去参加 这些社会的活动 你搞这些比赛 我们都会去参与 在外国 在其他地区参与 除了我们去参与 去打球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一帮人可以 get together 一帮人去旅游 很多人说去哪里摘星 去哪里吃东西 其实也带到当地的旅游 很多不同的地区 或者国家 他们都会觉得 体育是可以 帮助到这一件事 我觉得香港也是对的 向这个想法做 我觉得 除了精英化之外 就是精英的比赛之外 其实都可以考虑 不同的比赛 只要场地 各样的事情 可以安排得到 总会各样的事情 可以做得到 其实我觉得是有吸引力的 香港本身 已经是有吸引力 相信未来业界 都会将这些意见 交给问题类局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多谢蔡远璋来到 《港青港创》 我们下星期再见 我们下星期再见 我们下星期再见